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詹姨 欢迎收看这里 把一步一脚印发现新台湾 在过年之前 花莲的地震 让我们再次感受到 人世的无常和生命的脆弱 那时灾难带来的痛苦 的确是让我们感到 非常的伤心 但是时间可以是治疗师 而时间如果经过 妥善的利用有品质的话 更可能创造出 更丰盛的生命企迹 我们今天要带您看的是 小林村 八年多前 被媒体用灭村来形容的小林村 当时是八八风灾 那时候全村被埋没消失 而几百人死伤失踪 在当时来说 几乎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但是我们来看 八年之后 现在的小林村的模样 以及有一个年轻人 在当时回到了小林村去 因为他本来对未来充满茫然 但他回去参与了重建 现在他的状态 在世界上 predicted 入口 时農 我们下午 在马上 这下午 你们今天整个星辰 不知道学会怎么做刀融 這個雞腳翅是我們村民很重要的錯誤 這山山的話基本上是野生的 風災之後因為我們的原居住地不見了 然後我們很多的族人都離開 我們才意識到原來一個風 一個災難或是一個天災 它可以一瞬間就把整個文化全部帶走 所以我們的年輕人才回來看 很快開始用很多方式在找 也是努力八年多一手推動文化小旅行 又克服萬難 愁足舞團 王明亮才慢慢活絡 異地重建的日光小林村 替村民找回被災難帶走的笑容 他們大多是風災幸存者 也有人和王明亮一樣是後來返鄉的 這個不愛出風頭的團長 總是把舞台讓給團員 自己負責控制燈光音響 爭取表演機會 想看他秀一段只有在帶活動的時候了 這是基本的 來師傅 我先示範一次 一 二 三 四 所以全部都是起左腳 任何一次 太快嗎 王明亮謙虛地說是自己不太會跳舞 其實他本來對家鄉文化也很陌生 國中開始就離鄉背景 到外地求學工作 從沒想過有一天會回到小林村定居 直到莫拉克風災發生 天災可以讓無常到這種 就是把你所有的東西都帶走 而且他帶走不是只有家人還有家 還有整個情感 全部都帶走 僅存的舊照片 還是後來外地親戚給的 那一年他仍在北部的麵包店 當烘焙師 殘酷現實嚇得他在當下選擇逃避 辦完後事立刻回到台北 家也不見 然後父母親也不見 然後我就會覺得好像賺 再多的錢好像 已經不是那麼 好像不是那麼重要 而且會 會覺得很茫然這樣 在北部的動力沒了 調適心情後 他想想 還是回南部找工作吧 只是災難帶走一切 卻沒能截斷子女對父母的思念 有時候你不小心經過了某些地方 比如說經過家樂福 經過某些路 你會覺得 以前我跟媽媽有來過 跟父母親有來過 那時候你就會覺得 心裡面就會想很多 就覺得好像是父母親在 在找我 或者說希望我去 為他們做某些事情 那是來自心底的聲音 讓王明亮掙扎好久 又做了一次抉擇 他想回小林 什麼都沒了的家鄉急需重建 他是輕壯人力 一定能幫得上忙 後來政府規劃三個區域建永久屋 他便加入日光小林社區 試著在安居之後 幫村民想辦法營生 然後這是 這個是因為我本來烘焙就會的東西 可是這個出發點很簡單 就是可以讓村民有工作跟收入以外 其實我希望這些東西可以跟農產品做結合 我要必須教他們 跟在地連結的產品 而且是簡單 他們很快就可以 就可以學到又可以販售這樣 利用在地出產的薑黃 做成薑黃餅或其他加工食品 也許能發展成特色伴手禮 王明亮找到了動力 所以我們直接進爐 以為一切都能按照設定好的目標執行 但很快的他發現問題 我只做產業 可是當時的村民 好像他們第一個要的東西不是產業 不是錢 特色產品賣得好 就能翻轉災後小林人的命運嗎 村莊依舊蕭條 村民仍活在沉重的傷痛當中 他開始懷疑自己 我就發現這個不是村民要的 所以我就覺得我想要離開 因為這不是村民也不是我要的 很多村民發生事情的時候 其實就都躲在家裡 仇美苦臉不是他們該有的樣子 王明亮想起小時候 參加村子裡的業績 我覺得他們唱唱跳舞的時候很開心 就很歡樂 對 那我們想說 那我們社區是不是也可以有一個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團體 而且我記得 他想組個舞團 藉由唱唱跳跳找回活力 就從永久無落成典禮上的演出開始吧 但真要準備才發現 自己連什麼是大舞龍族的歌舞 都不清楚 都不會跳舞 然後我們一開始就找隔壁的 那馬下的 就是大阿園區裡面的原住民過來教我們跳 就教我們跳阿美恰恰 反正都是原住民應該差不多吧 他們卻越跳越心虛 於是網民亮和夥伴決定 從文化和語言開始研究 想把族人的歌曲帶入表演 但離鄉多年的年輕人 能憑印象 用羅馬拼音拼出的單字實在有限 倖存者中老一輩的又不多 沒人會母語 更別說歌謠了 直到有一年 研究小鄰村的學者 聯繫上日本的單位 那裡有關於大舞龍族的珍貴答案 因為當時1930年代的時候 有日本人類學家 其實有到台灣來 剛好那時候他就有記錄 剛好記得到我們的族人 以前在做文化附贈的時候 其實有聽到一些單字 其實我在裡面有聽到那個單字 我就很驚訝 我說這個我知道 那我就覺得 那我一定要把它重新唱回來 日本檔案讓他們振奮 回台灣後 王明亮號召團員 模仿鼓調裡的發音和聲調唱 所以我們就只能 就是突發煉綱 我就是 我先做的就是 一個一個字一個字這樣寫 王明亮相信即使不懂韓義 唱久了應該也能朗朗上口 但老一輩的可不這麼想 這我都不想唱了 我都不聽過 這不是我們的歌 我都不想唱了 咬字困難影響學習興趣 學員缺乏鬥志 王明亮也跟著泄氣 但真不甘心就此放棄 讓村民的生活又回到原點 我都不想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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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們被留下來 為什麼今天離開的不是 我們在座的人 而是 我們已經離開的那些人 那表示說 大家都還有很多責任要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還沒有完成 我們還有很多責任還沒有做 我們好不容易組成一個團體 那我們不唱的話 你告訴我以後還有誰會唱 沒有人會唱的啊 小林的未來在哪 不就在活下來的人的手裡嗎 王明亮鼓勵村民的同時 也告訴自己不能鬆懈 還啦 他們也休息了 回來 回來 那個出去這樣OK嘛 因為一天沒來 來 再來 周圍 因為表演的關係 所以我壓力很大 所以我會要求很多 表演必須到位 才能爭取更多演出機會 不管是鼓搖吟唱 還是把早期族人生活的動作 改編成舞蹈 王明亮總是從旁督促著大夥 要更進步 畢竟小林村民是好不容易 才在歌舞的帶動下走出一霾的 剛開始練團時 常常還會因為一首歌勾起思念 好多人忍不住抱頭痛哭 一唱就哭 他們到現在為止 其實在某些歌曲還是會哭 可是他們從 他們從無法唱出來 然後到現在是可以把一整首歌唱完 而且沒有哭出來 可是他們感動的東西還是在 我都會鼓勵他們 如果你的故事可以感動 隨便感動一個人 那你做這個表演真的是很值得 鼓勵村民想哭就哭 苦悶抒發了 心才空得出位子讓勇氣進駐 慢慢的他們互相安慰 療癒了彼此 我很謝謝他們包容我當團長 所以其實這八年來 我沒有比他們堅強 然後我也沒有比他們 我也沒有比他們厲害 就是在表演或是在 心靈療癒的時候 我沒有比他們好 可是因為他們信任我 所以我是團長 所以這些事情我要隱藏 對我第一次講這件事情 其實因為我被迫成長 從風災後返鄉接下重建工作 到投入社區創立舞團 短短幾年 王明亮從一個對未來 茫然的年輕人 變成帶領著小村往前走的人 對因為我告訴我自己 就是我 我一定要比他們還要在 在堅強 然後比他們更勇往直前 而且還要比他們更勇敢 他們走出傷痛 還邁向國際 陸續到日本東南亞演出 分享故事 讓更多人 看到台灣的勇氣和文化 我們結婚前呢 喝到我們的貢獻 來告訴我們的派出 我們選擇了一個 我們覺得很開心的一個方式 那就是歌舞的方式 然後重新找回我們要找的東西 然後去做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他們我們的舞團 其實就是種子而已 他們其實會在村子裡面冒芽 然後他的後一代也會再繼續冒芽 他長大之後 其實他未來可以在我們的文化裡面 扮演其他的不同 更重要的角色 不是只有到我們這一代 小林村的歷史也不該 因為一場風災 戛然而止 悲劇無法改寫 當王明亮和社區夥伴 甩開悲情 堅持用輕快的節奏 努力譜寫屬於小林人的未來 其實我們經歷過很多很大的事情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繼續走我們的 過我們的生活 繼續做我們 我們做的事情 追求我們的夢想 那其他你們 拿到其他人不行嗎 你還好嗎 趙